歡迎娜娜 哇今天是這個蘇格蘭小公主啊 好娜娜小心喔 那我們讓這個娜娜呢 是不是先站著讓大家拍拍照好不好 今天好像感覺喔 穿上了這個久迴的小公主禮服 真的是這樣這樣的卡哇伊喔 好那讓這個娜娜呢 一樣右邊中間左手邊 而且娜娜真的很用心喔 為了我們這個勇敢傳說是 設定發生在蘇格蘭背景的故事 所以今天她的衣服服裝也是格子的感覺 跟這個蘇格蘭呢非常非常的有連結 好那麻煩呢這個娜娜 娜娜努力快昏倒的同時 皮手倒很熱啦 好那右邊中間左手邊 麻煩大家速速的拍一下 右下角是不是 右下角這個輪 有很低很低的右下角 你相機是不會太高 可以喔 真的在這個古蹟的地方 可能因為要保護這個房子的關係 今天感覺因為你的到來 整個溫度試溫頓時就升高了不少 我的熱情啊 對妳好熱情 那我們這個幫娜娜可能準備一下這個 衛生紙以備不時之需 隨時可以讓這個娜娜來擦一下汗 那當然娜娜利用這個時間 親一跟現場的大家 來來來 能為了打個招呼啊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Selina 然後也是這一次的動畫 對裡面的公主梅莉達 對 不過呢大家剛剛提到過 這個電影是在6月22號 才台灣跟美國兩地要同步上映 所以一定要讓這個娜娜先跟大家 介紹一下 劇中的公主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什麼樣的戲格 她就像電影名稱一樣勇敢傳說 她是一位很勇敢的公主 然後 但是她就是很努力的突破傳統 只是家庭 尤其媽媽 還是很傳統的希望她可以 當一個很漂亮很規矩的公主 但她本身是很熱愛大自然 然後很自由 思想也很奔放的一個公主 所以她為了突破傳統 她就有一些些的曲折 有一些些的故事 然後但在這過程中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她們找到了親情 就是媽媽跟女兒之間相愛的親情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這個故事 故事最迷人的地方 對 剛剛提到過這個公主呢 可能這以前是生在以前的王室之家嘛 有一些規矩必須要遵守 那這個媽媽也希望女兒 能夠像自己一樣 成為一個很賢慧的妻子 很賢慧的太太 但是因為公主性格當中反叛啦 所以呢就有一些 小小的叛逆的事情就發生 不過呢透過這樣的過程 後來這個親情 還是戰勝了一切 對不對 所以 故事裡面的美麗達 跟這個現實生活當中的Selina 兩位在某一些部分 有重疊的地方嗎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嗎 我覺得她去 她勇敢突破傳統突破術 然後我覺得我的勇敢就是 我現在很勇敢很努力的去追求我的幸福 而且去想辦法努力的找回我生活的自主權 或者是我生活的自由 或者是我運動的開心 這都是我現在很努力很勇敢去追逐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電影當中的勇敢的部分 跟這些現實生活當中的Selina 可以說是完全不謀而合的 所以提到勇敢的部分 你那天比賽的結果有狠狠地丟了一下阿丘嗎 我都不跟我 我都不跟她同一個 真的嗎 今天她沒有很厲害 因為你覺得她是霸咖是不是 就那樣盡量殺她 所以她們那一天比賽後來的結果是 你們贏還是阿丘妹就贏了 我有點忘了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一直打一直打 但是就是努力要追求就是全勝 所以真的是剛剛講到這個 親兄弟要名算帳 即便在球場上夫妻也笑名算帳 所以呢兩個人這個在故事裡面 Selina的個性也是非常的堅毅勇敢 跟你現實生活當中那種勇敢熱情的感覺 可以說是完全百分之一百相似的喔 不過呢這一次好像聽說這個電影當中 除了這個Selina的聲音 貢獻很多之外呢 有一個輪聽說她一直說 我也要配音我也要配音 對啊 所以就一把她放進這個配音的真名當中 是不是 對沒錯 這個人是韌霸啦 對不對 所以韌霸這一次在這個勇敢傳說裡面 也尬了一個角色 韌霸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VCR 看一下 太棒太棒了 我的聲明第一次就奉獻給PIXA公司了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 這個國王的角色呢 其實跟我的生命中的實際上的個體 是蠻接近的 因為我女兒演的公主呢 這是一個優柔 又嬌羞 但是又很勇敢的公主 那我飾演一個非常粗獷 非常幽默 又非常照顧家庭的國王 其實在某些方面 跟我人生的個性 是蠻接近的 哦 韌霸感覺很自我感覺良好 他覺得自己說 哇太棒了 這個角色是為他量身打造的 所以就要問一下 韌霸這一次在什麼樣的 因緣際會之下 可以來到片子當中 跟Selina一起合作 我覺得 因為剛好 劇中就是有一個國王 然後爸爸的聲音也是非常的紅烈 就是這個 這就是國王 那他的聲音非常粗獷 可是我其實那時候 因為我先配音 所以我在聽到那個 英文版的配音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爸爸一定配得很辛苦 果然我爸在配的第一天 他就覺得 哇這個 我真的不是這個 吃這行飯 然後他就覺得女兒很厲害 真的嗎 對 所以韌霸這一次說 在這個配音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還是平平安機 有回來跟你說 哇 配音真的是 不是普通的人都可以是配 我從他的工作時數 就知道他應該配得很辛苦 所以呢 韌霸的角色本來應該是淵莫 一般專業的配音員 但是可以配多久 他們本來是預計一天的時間 因為他的戲份 並沒有像我這麼多 但是我爸爸還是花了兩天的時間 所以韌霸配了Double的時間 後來就發現說 好吧 你媽媽 女兒真的是比較有天分 對 天真是吃 爸爸是有說 你是適合吃這行飯 是不是 所以呢 韌霸呢 這一次也算是一緣夢想 在這個動畫片當中 跟這個寶貝女兒Selina 一起來共同的入境 一起來現身 那當然呢 剛剛提到過 這一次這個裡面所描述這個 公主梅莉達是一個個性 比較衝動叛逆的 所以在裡面有一些 人家反抗媽媽的情節 現實生活當中 高材生的Selina 也曾經反抗過家庭嗎 我覺得每個人 都會有一段叛逆的事情 然後在我的人生中 我的爸爸比較像是 電影裡面的媽媽的角色 爸爸管很大啦 對 爸爸管得非常嚴厲 也是非常非常的嚴厲 所以 我們兩個也經過一段時間 是非常的衝突 就是兩個人 就是真的見面就是槓上 對 就是會吵架 或者是他就是會很激動啊 或是眼皮會很激動的時期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 每一個小孩子 都會經過那個 青少年的叛逆時期 然後每一個家長 也都是要等孩子經過那一段 真的 對 但是我覺得最後 落過的那一段 你就會發現 其實父母跟小孩子之間 就是很濃烈的親情的愛 是怎麼樣 叛逆都減不斷的這個關係 所以簡單四個字啦 血濃於水 真的 就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被那個任何的一些小事情 給破壞的 但是呢 對於剛剛這個Selena指控 爸爸說 少年的時候 管區很廣 管很大 管很多 任爸 他說 他要為自己辯解一下 看任爸要說什麼 任爸 說話 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我跟劇中的劇情 剛好相反 因為這個 國王本身是一個非常 柔性的 非常幽默的 正在粗獷 但是對孩子 非常包容的 那母親 公主 皇后呢 卻是比較嚴苛的 注意生活 生活細節 等等 那我在 對Selena小時候的 教育方式 剛好就是 像皇后一樣 非常非常的嚴厲 我就是家庭裡面的一個白眼 非常嚴苛的白眼 那回頭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可能錯誤了 因為孩子在過程 成長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 所謂這個 荷爾蒙發作的 情緒變化期 那我覺得做父母的 也應該跟孩子 一塊成長 畢竟孩子的青春 不可能重來 我們應該 好好享受這個時光 跟孩子一塊去成長 哦